大家好,我是小广 我现在是在汉阳陵 前面的这座陵种就是汉景帝刘启的妻子王皇后的陵 提到这位王皇后可能大家并不是很熟悉 不过如果说到他的儿子 大家应该都知道 那就是汉武帝刘彻 这座后陵封土队的高 也是约为25.5米 我们看这座后陵的陵前立着一块碑 写着汉徽帝的安陵 这也是清代陕西巡抚碧原所立 但是后面也已经证实了 这座碑所立有物 大家看这边 远处那座陵就是汉景帝的阳陵 离这座后陵有450米的距离 如果我们所在的这座陵 真的是汉徽帝的安陵 那么两座帝王陵是不可能离这么近的 这是清代陕西巡抚碧原 他当时给认错了 才闹了这么一处乌龙 现在看到的这些石条 在阳岭我们也看到过 它也是风土堆外的一些陪葬坑 在后陵也是发现了28条这样的葬葬坑 从这里也是发现了一些武士俑啊 还有什么堆放粮食的仓库啊 还有牛羊猪狗鸡 等等的这些陶制的动物 这位王皇后在史记和汉书都记载了他的生平 但至于他的名字 却一直到唐代司马珍所住的这个史记所引 才记载了他叫王志 王志在入宫之前 先是嫁到一户普通的农家 金王孙的家里 并且生了一个女儿 因为这个王志的母亲听了算命说 他这个女儿是大贵之人 将来会生下天子 所以呢 他立马就脱关系啊 给这个女儿送到了皇宫中 当时身为太子的刘启 也是十分的喜欢王志 他也是为刘启生下了三个女儿 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就是汉武帝刘彻 在刘彻七岁的时候 王志也是被立为了皇后 可以说这位王皇后的一生 也是非常的传奇 他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 他先是嫁到了农家 后面就做了太子的美人 并且生下了伟大的汉武帝刘彻 当刘彻继位之后 他也是不断为自己的儿子 扫平前路的障碍 他的一生可以说足够精彩 好了 这期王皇后的视频 就给大家拍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吧